天高海阔 张修杰 非洲裔的大学演讲的时候 他说1月6号冲击国会山庄事件 就是架在美国民主脖子上的一把匕首 那么所以他认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 包括川普的支持者是美国最大的危害 而白人至上主义是美国的最大的恐怖主义 到底在美国有没有人干预美国大选 破坏美国民主的基础呢 答案是有 这个答案怎么来的呢 这个答案是通过特别检察官 还有国会的一系列调查 那么现在这个答案的结论是什么呢 在美国有人严重干预了美国的选举 而干预美国选举的是川普吗 不是 根据这些调查的结果 强力干预美国每一次总统大选 或者中期选举的恰恰就是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换句话来说 就是那个华盛顿官僚体系 川普口中的深层次政府 何以见得呢 我们先来看特别检察官达勒姆的调查 大家还记得达勒姆这个人吗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 大概去年讲过好几次 达勒姆是由川普任内的司法部长巴尔 所任命的特别检察官 他的目标呢 就是要针对通俄门进行个逆向调查 所谓逆向调查 就是通俄门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们知道通俄门是展开一次对川普的调查 那么认为川普在2016年 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呢 已经勾结俄罗斯 来出卖美国的国家利益 所以当时联邦调查局 对川普展开了一个交火飓风行动 那么当这个交火飓风行动 没有令到川普在大选当中失败之后呢 接下来对川普展开了一系列调查 首先是奥巴马任命了特别检察官 联邦调查局的前局长穆勒来调查通俄门 穆勒调查通俄门为了就是证实川普有涉嫌犯罪 最终呢穆勒的调查报告说 没有找到川普通俄的证据 但是不确定川普有没有罪 接下来呢 川普上任之后 那么司法部部长巴尔就任命了另外一位特别检察官 要搞清楚这个通俄门的调查的来龙去脉 那么现在达勒姆的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 这个调查报告据说有三百多页 那么达勒姆的调查报告 向我们显示了一个什么样调查结果呢 达勒姆的调查报告说 联邦调查局对于前总统川普 2016年竞选活动的调查 缺乏证据 并且呢太过依赖川普的政治对手 所提供的线索 当时通俄门的调查起源 就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跟联邦调查局 捏造了一个所谓通俄门的报告 用了一个英国前军情六处的特工 所撰写的资料 而这些资料呢 是听了一个俄罗斯人叫丹琴科所说的 这些所谓的川普通俄 不要说没有证据 连影都没有 基本上就两个人编的故事 这样这个故事 就可以成为联邦调查局调查川普的证据 达勒姆在报告里面说 联邦调查局和执法部门 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 证明川普的竞选活动 涉及和俄罗斯有勾结 联邦调查局就匆忙使用了 原始的未经分析的和未经正式的情报 在调查行动当中呢 也没有履行严格的遵守法律的重要使命 并且使用同样标准去调查川普的竞争对手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 达勒姆在报告当中讲到了 联邦调查局在这个通俄门调查当中 所犯的一系列错误 那么这个报告呢 交给了司法部部长加兰 也交给了美国国会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人 正在展开对拜登以及民主党的一系列调查 当中呢 就包括这个通俄门事件当中的一些内幕 那么在这个特别检察官达勒姆 公开他的报告中呢 联邦调查局怎么说呢 联邦调查局现任的局长呢 是克里斯多夫雷 那么他是川普任命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 川普任命的局长就一定在政治立场上 或者在这个调查当中是倾向川普的 克里斯多夫雷上任之后呢 虽然是通俄门调查当中 涉嫌的一些违规的联邦调查局的高官 包括局长科米被炒掉了 但是克里斯多夫雷依然没有改变联邦调查局 在执法过程当中立场严重倾向民主党 这样的现实 克里斯多夫雷在接到这个报告之后啊 他做出了一个回应 这回应是怎么说的呢 首先联邦调查局承认在2016年到2017年 对川普竞选团队调查当中犯了严重的错误 并指出呢联邦调查局已经针对这些错误进行了改革 联邦调查局的声明说 关于特别检察官达勒姆调查的这个2016年到2017年 联邦调查局的行为呢 联邦调查局现任领导层已经实施了几十项纠正的措施 而这些措施呢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 所以呢那只是过去的一个错误 当时调查川普通俄的是一个叫交火飓风行动 交火飓风行动 大家还记得当中有几个关键的人物吗 其中有一个就是联邦调查局反间谍的主管斯佐克 斯佐克有一个情人叫佩吉 是联邦调查局的律师 正是因为这两个人利用联邦调查局的首席公开传信息 反川普商量如何要让川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当中落败 所以呢才让这个阴谋曝光了 阴谋曝光之后呢又扯出了一个叫Andy的人 这个Andy是谁呢 他是当时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安德鲁麦坎布 麦坎布这个人当时是联邦调查局的实权人物 基本上联邦调查局的一些业务都是由他来主管的 科米呢只不过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被联邦政府任命的官僚 科米也非常搞笑 科米也是这个交火飓风行动当中一个重要的责任人 大家还记得我们讲过科米吗 如果没有科米的帮忙 川普在2016年恐怕不会这么顺利的能够在总统大选当中获胜 因为科米在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前几天突然宣布 要对希拉里的这个电邮门进行重启调查 那么这个信息呢令到很多中间选民觉得 希拉里确实在电邮门事件当中有违法的行为 这也许是川普能够打败希拉里的关键 而科米这样做呢 之前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析过 我个人的看法 科米是在向川普投资 告诉川普没有我的话 你当选不了美国总统 所以你当了美国总统之后呢 你在很多方面必须要看我的脸色 恰恰川普是个不上道的人 川普反过来要科米对他忠诚 所以呢两个人没有谈拢 川普就炒掉了科米 科米在这个通俄门调查过程当中 他当然负有主要的责任 因为他毕竟是局长 但是呢具体操办的还是麦坎布 麦坎布在后来相关的阴谋败入之后呢 他离退休还有几天的时间 就被现任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克里斯托弗雷把他给炒掉了 最终无论是施佐克也好 麦坎布也好 科米也好 因为他们严重干预了2016年 美国总统大选 捏造了一个通俄门的调查 他们有受到法律的惩处吗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 我看到的是麦坎布开始被炒掉了 那么他如果当时被炒的话呢 对他最大的伤害就是 他拿不到联邦公务员的退休金 最后呢 麦坎布把这个官司打到了法院 而法院呢 最终判决麦坎布可以拿到退休金 就是麦坎布这个操纵了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人 或者说试图操纵2016年 美国总统大选的人 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这就是检察官达勒姆 在他的调查报告里边 告诉了我们2016年交火飓风行动 通俄门的调查的真相是什么 这个真相就是在美国 确实有人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 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那么达勒姆这个报告出来之后 司法部没有反驳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人 准备利用这个调查报告 再传召达勒姆去国会听证 在听证过程当中啊 我相信达勒姆可能还会讲出一些 在报告里边没有描述的事情 毕竟这个报告在调查过程当中啊 达勒姆起诉了四个 参与了通俄门捏造证据 或者向联邦官员说谎 向这个国会说谎的人 这些人呢 通通都没有受到惩罚 包括我们之前所说过的那丹琴科 那个俄罗斯人 他在美国编造了一个通俄门的谎言 而他在随后被这个达勒姆起诉过程当中啊 纽约法庭的这个陪审团 居然裁定他无罪 编造假情报 导致了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后来的美国总统川普 受到了漫长的调查 并且在后来反调查过程当中 向检察官向国会说谎 这样的人居然无罪 大家认为这样的陪审团是个正常的陪审团吗 所以我觉得达勒姆在接下来国会厅当中啊 应该还会有一些猛料爆出来 那么既然2016年有人 就是联邦调查局干预了美国总统大选 虽然这个干预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 那么接下来在2020的总统大选当中 有人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吗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美国特别检察官达勒姆 对通俄门的逆向调查 终于得出了结论 联邦调查局在2016年的时候 试图影响美国总统大选 对川普编造了一个通俄的谎言 对川普展开调查 联邦调查局2016年试图干预美国大选 没有成功 那么2020年有人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吗 2020年总统大选州出现了很多的争议 民主党包括左派媒体 每天都在他们的平台当中 告诉美国民众 有人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在他们的口中 是川普干预了美国总统大选 因为川普不恰当的打了一个电话 给乔治亚州的共和党的州务卿 拉芬斯伯格 要他看看在选票当中有没有问题 要把应该自己得到的选票给找出来 于是民主党人抓住这个证据 川普打电话给主管选务的州务卿 那么就是影响美国总统大选 那么并且呢 川普指责美国总统大选过程当中 在投票过程当中有舞弊行为 他们也说这是川普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到了后来有示威者冲进国会山庄 他们更加说 这是川普策划的指挥的 一次对美国民主严重的冲击 到底谁干预了美国总统大选呢 除了特别检察官达勒姆的调查报告结论 2016年联邦调查局干预了美国总统大选 而现在在美国国会相关调查当中呢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局长布伦南承认 2020年的时候 中央情报局干预了美国总统大选 说句老实话 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开始也觉得非常震惊 因为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官员 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干预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这个事情呢 大家早就知道 这个事情来源是亨特拜登的电脑门事件 亨特拜登就是现任总统拜登的宝贝儿子的电脑 落在了一个电脑维修店老板的手里边 那么由此呢 引发了一段电脑门的一个丑闻 在亨特拜登的电脑里边呢 有很多他荒淫的生活啊 包括有一些他跟中国跟乌克兰的一些经济利益 而这些经济利益有没有涉及到 曾经担任美国副总统拜登的行政权利呢 特别是在针对乌克兰的援助上 拜登有没有手握这个副总统的权利 利用这些援助来威胁乌克兰的总统 来保障他儿子在这个乌克兰的一些贪腐利益呢 这是当时2020年总统大选 大家一个非常大的疑问 如果这些疑问被证实确实有的话 那么拜登还会是一个称职的美国总统 他在道德上还符合一个美国总统的标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所以当这个亨特拜登的电脑门出现之后 很多人包括修杰本人在内 如果拜登有这样的嫌疑 难道他应该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吗 不过作为民主党来说很遗憾 他们已经决定了拜登要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于是怎么办呢 于是我们看到了51位美国中央情报局 现任或者前任的情报高官 他们写了一封联名信 联名信的内容呢很简单 就是所谓亨特拜登电脑门的丑闻 是由俄罗斯人编造出来的 根本是个假新闻 因为这符合俄罗斯人一向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手法 这就是这些现任和前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官 给公众的一个答案 一个结论 因为他们是美国情报界的高官 中央情报局在全世界的情报界可以说是响当当的 那么这些情报界的精英 他们所说的话 我相信有很多中间选民 包括这个民主党的支持者 十分愿意相信他们所说的话 那么这就对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一定会产生影响 最起码有些中间选民因为认为亨特拜登的所谓丑闻的照片 电邮都是俄罗斯人所捏造出来的 所以不会影响他们把票投给拜登 反过来说 如果这些中间选民知道这些根本就是事实的话 他们还会把票投给拜登吗 但是现在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展开的调查过程当中 因为是面对司法委员会 这位中央情报局的前局长布伦安也不敢讲假话 他在这个听证会上承认当时就是因为中央情报局和拜登的竞选团队 联合用政治手段操作了这样一封联名信 目的就是要影响2020美国总统大选 根据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布伦安的证识 谁来操作了这51个人联署的这封信呢 这个人叫莫瑞尔 莫瑞尔是谁呢 莫瑞尔也不是个平凡人 他当时是中央情报局的代理局长 那么拜登的竞选团队谁跟他接洽来炮制这封所谓的联名信呢 这个人叫做布林肯 我想这个名字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他是美国现任的国务卿 当时由布林肯 当时还是拜登这个竞选团队里边的主管 以及中央情报局的代理局长 两个人联手炮制了这封信 然后呢 再找一些现任的或者是前任的情报高官 说服他们在这封联名信上签名 签完名之后 这封信被以紧急处理的方式 在中央情报局内部通过了 然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了 让更多的中间选民相信 其实这就是俄罗斯人的阴谋 因为毕竟2016年总统大选 通俄门的调查已经令大家很熟悉一个词 俄罗斯人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阴谋 布伦南现在在国会闭门的四个小时的听证会上 他终于承认了 当时他们明知道 亨特拜登电脑门里边的资料都是真实的 但是为了保证拜登为了保证民主党 能够在2020总统大选当中获胜 于是他们炮制了这封信 那么在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布伦南已经承认了 当时他们为了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所以炮制了这封信 影响了相当多的中间选民 2020总统大选在美国的宪法意义上 还是一次合法的选举结果吗 布伦南在这个国会作证 承认了他们在2020年阴谋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人 包括当时美国的情报总监克拉克 也准备到国会作证 现在共和党人在国会司法委员会 以及行政监督委员会 可以说对2020年所发生的选举的丑闻 紧追不放 接下来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民主党人 或者是联邦执法部门的一些高级官员 要到美国国会去作证 那么当这些作证所提供的资料 让我们看到2020年总统大选当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特别是亨特拜登的电脑门里边的这个丑闻的传闻 到底是真是假 在我们得到答案之后 难道我们不应该好好去检讨一下 2020美国总统大选到底是否合法吗 2020的总统大选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民主党人一直坚持这个大选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是合法的 而布鲁南在这个国会的作证告诉我们说 这个选举的结果非常有问题 如果没有联邦执法部门影响中间选民 对拜登的看法 拜登还会在2020总统大选当中获胜吗 那么好了 接下来2024总统大选马上就要来了 拜登已经宣布了竞选连任 在接下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 还会有干预选举的情况出现吗 还会有这些联邦执法机构 联邦高官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 来影响2024总统大选吗 我们来看看最近联邦调查局 面对国会众议院的调查 他们又做了什么 现在国会众议院在诸多的调查题目当中 有一个特别的题目 就是拜登到底有没有涉及到 他的宝贝儿子亨特拜登的贪腐丑闻当中 联邦调查局已经有很多现任的 或者前任的一些联邦调查局的探员 站出来指正 在调查亨特拜登事件当中 联邦调查局不但用这个多重手段去掩饰 并且呢 拜登确实涉入到他儿子的贪腐利益当中 这些举报者啊 在国会本来是应该作证的 但是现在美国国会司法委员会告诉公众 本来他们所联系的来揭发拜登 贪腐丑闻的这个吹哨者 联邦调查局的前雇员 居然跟他们失去了联系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的监督委员会 主席科默告诉媒体说 他们联系了一个吹哨者 但是呢 最近却找不到这个人了 那么他们希望这个人还在世上 马上有左派媒体报道说 美国国会被迫澄清 科默所说的联系不上这个人 跟要提供这个FD1023文件的那个人呢 不是一个人 这确实不是一个人 但是不代表之前出来指证 拜登有跟他儿子有贪腐利益的 那位联邦调查局的前雇员 跟这个事情是没有关系的 现在联邦调查局在面对国会调查 有很多题目 现在能够找得到的这个所谓的 FD1023的提供者 确实他依然在联邦调查局 但是另外一位说他手上有证据 来证明拜登有贪腐利益的 那位联邦调查局的前雇员 却消失了 现在在美国国会作证的 联邦调查局的雇员 大概我现在看到的名单有五位 那么他们对联邦调查局的指控是什么呢 首先他们掩盖了亨特拜登的丑闻 第二他们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利 把一些美国所谓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 所谓受到这个极端主义恐怖袭击的数字 给扩大化了 这样就符合拜登以及民主党 对美国当前国内政治的叙事 就是在美国种族歧视 白人至上主义才是美国最大的危险 而不是民主党跟官僚体系的勾结 联邦调查局这些雇员 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 我想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的黑料 更多的真相 那么这些跟拜登勾结在一起的官僚体系 在2020年还会影响美国总统大选吗 我相信一定会 因为美国国会对他们只有调查权 美国国会没有执法权 美国国会不能够惩处这些 在美国政治选举当中勾结政党 来对这个选举进行影响的人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在美国国会 看到更多民主党和官僚体系勾结的罪证 但是接下来2024 谁来纠正这种在选举当中 利用行政权力影响选举结果的恶行呢 我想这一点我们还有待观察 好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我们下转发来 È